今天我们学习玛雅的Nermos建模 那么首先呢我们把模块切换到surface菜单组 也就是说按F4键切换到surface 那么所谓的Nermos呢就是非均匀的有理必样条 那我们都知道这是由Alias公司最早定义的一个产品设计工业设计的一个标准 那这个Nermos的概念呢最早呢起源于荷兰的这个造船的工业 那么它在工业建模上面产品设计上面它的功能是非常的强大的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关于曲面建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型 那么首先呢我们会学习到对于曲线的创建 首先要做一个造型先去产生曲线 用所谓的CV曲线 好这些划线工具 先来去勾勒它的整体轮廓 然后呢用这些层面工具 层面工具 对它进行面的产生 然后对表面进行编辑 它可以做出非常漂亮的表面 那么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里面的划线工具呢有这么几种 首先最常见的是CV跟EP曲线 两种曲线绘制工具 一种呢是叫做控制点的这样的一个曲线绘制工具 那么EP呢是这个E表示的editor 是编辑点的意思 那么它们两个工具创建出来的曲线是没有区别的 只是说创建的方式上面有所不同而已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CV曲线 点击一下 那么鼠标出现这样的一个实字 注意绘制曲线一定要在正交式图来创建 比如说我们在顶式图 来创建一段曲线 按住鼠标左键 来点击创建一些锚点 创建一些锚点 当确定完了以后呢 按键盘上的回车键 确定这根曲线的产生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用CV曲线创建工具来创建的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EP曲线 那么它的创建点呢是在曲线上 如果你想创建一个更为精确的 这样的曲线的话 可以用EP曲线来创建 那么这两根曲线从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可以按鼠标右键 你看到它会有Ctrl Vortex控制点 以及Edit Point编辑点 这就是CV曲线跟EP曲线的一个不同 就是说他们创建的时候 一个是以控制点的方式 比如说在曲线外 这些锚点都在曲线外 一个是EP点的就是说 它直接在曲线的上方产生 我们来说一下 当你进入到成分模式之后 那么这个方形的表示呢 这是曲线的起始点 这是曲线的起始点 你看到 曲线的起始点 这个U呢表示的是它这个曲线的方向 这个在层面当中呢 会是比较有用的一个 表示曲线的一个方向 好 按F8在物体模式跟成分模式之间进行切换 那么创建曲线的时候呢 它里面也有一些固定的一些类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曲线的创建方式当中 CV曲线后面的Option简开 如果你想创建一个平直的曲线的话 可以选择曲线的度数 它是一度曲线 还是三度曲线 还是更多的 我们使用一度曲线 在证交式图创建 首先第一个曲线的开端 然后按住Shift键 可以平直的画出一根曲线 按住Shift键不松 可以平直的画出一根曲线 那么它可以直接的产生一个平直的 非常生硬的这样的曲线 你看到 这是一度曲线 非常生硬 那么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还会使用它的默认的参数 也就是Cubic 当你要画出一根平直曲线的时候 可以使用Lanar线性的 那么下面这两项呢 都是跟层面以后 这个面的形状是有密切关系的 一种是平均的方式 一种是悬承的方式 这是取点的一个类型 那么不用去管它 那么除了Cubic 音P之外 那么在新版本当中呢 它又添加了贝塞尔曲线工具 这跟Photoshop的工具 是非常相像的 贝塞尔曲线工具 那么我可以去通过这个手柄 来画出想要的曲线的形态 同样也是回车 这样来确定 进入到成分模式 可以看到它多了一下 Console 就是多了一些这个 控制的手柄 控制手柄 其他的是没有的 那么下面呢 还是有这个铅笔曲线的工具 跟圆弧工具 它同样能够产生曲线 那么有五种曲线创建的方式 常用的还是Cubic 音P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曲线的编辑 曲线的编辑 我们找到Edit Curves 首先第一项 Duplicate Surface Curves 复制曲面上的曲线 复制曲面上的曲线 创建一个Nubus的球体 按住鼠标的右键 可以发现 弹出一个S Palm 参数线 参数线 我们现在只是选中 它表面上的参数线 可以按Shift键加选 并且滑动鼠标的左键 可以看到 那么我选中了一些参数线 但是这些线并没有真正产生 只是选中了 那么我可以通过这个复制曲面上的曲线 把它呢提取出来 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比如说这根曲线 那么我可以把它提出来 复制曲面上的曲线 通常做完之后 我们都会使用轴型点居中的命令 因为它轴型点呢 在世界坐标的中心 Center Pivot 这样的话我们进行下一步的 用这个曲线跟曲面进行处理 比如说方样啊 比如说把这个做一个形态出来 提取复制曲面上的曲线 Duplicated surface curves 第二项 Attach curves 结合曲线 结合曲线 那么我们创建一个Nervous的四边形 我们创建一个 直接在这个里面啊 创建一个 首尾相连的一个巨型 那么现在选择的是它的组 组元素 是它的一个这个成分级别 成分模式 我们可以对每两根线的 让它去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 Attach curves 在这里面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直接连接 一种是融合的连接 我首先看第一项 它连接的方式呢 是跟整个曲线的方向 是有密切关系的 默认情况下是这样子 首先选择第一项 加选 然后直接连接 用默认的参数 我们看一下 直接连接 那么它除了连接之外呢 会保留原始的 保留原始这两根曲线 那么如果历史没有删除 可能并不能够正确的移动 现在是运时间连接 我们现在试一下 使用融合连接的方式 那么它会出现一些偏移 偏移的参数 可以去手中的设置 看一下 同样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 作为Nervous的操作呢 你的每一步 务必要准确 务必要准确 做完之后 一定要记得 经常的去删除 每一步的构造历史 如果不删除的话 它的数据账号 非常非常的大 作为Nervous来说 你要经常的去 删除它的构造历史 也就是说 使用Delete ByType History 删除它的历史 那么这是直接连接跟 融合连接的两种不同的方式 通常来说 我们会把保留原始的这个 勾的勾去 那如果你想做一个倒角的话 两个 做一个倒角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融合勾上 并且呢 在这里面设置一个 倒角偏移的一个数值 比如说 点1 点1 下面的话 也可以直接输点1 输入这个数值的时候呢 你可以不用前面加一个0 直接输点 几几几几 后面前面会帮你自动加上 那么这是一个融合的方式 可以看到 这样呢 就产生了一个漂亮的倒角 并且两个也成了一条线 但是看到 如果历史没有删的话 它是无法 正确的 那么需要把这个历史删除 这样才能够 得到正确的结果 那么 务必要注意 在Nervous的操作当中 一定要 经常的去 很规范的操作 很规范的操作 好 下面这一步也是 那比如这一根 跟它进行连接 那么假如说 那么这两根曲线连接的时候 出现了些问题 可以看一下 Attach Curves 假如说它的连接的时候呢 方向出现了问题 好 现在还好 那么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手动的指定 它们连接的一个方向 连接的位置 那么按住鼠标的右键 点击Curve Point 那么整个的状态变成一个浅蓝色 那么用鼠标的左键移动 告诉Maya说 我要让这两根曲线的 这两个顶点进行连接 如果出现就是它的这个地方 跟它进行连接了 出错了 那么你可以考虑说 反转它的一个方向 对吧 这是起始点 这是起始点 如果出错的话 你可以考虑反转方向 或者用更直接的方法 直接上面按住 找到Curve Point 然后找到它 这两个 进行连接 告诉它这两个点 是连接的位置 然后使用AttachCurve 这样子 OK 好 那么按G键 重复上一次命令 AttachCurve OK 那么下面的这一项 打断曲线 DetachCurve DetachCurve 那么我可以把曲线的 分成任意的ROVAN份 Cycle 一个圆环 那么把这个曲线的 分成好几份 这个盒子这边 那么方法呢 也是按住 鼠标的右键 找到Curve Point 它跟那个Isoparm 类似 也是只是选中 并没有实际的 可以对它进行移动 按住Shift加 按住Ctrl- 也就是说 这三个区域 三个位置 我把它呢 打断 DetachCurve 这样的话 变成三段线 然后我对它进行 统一的操作 这两个线呢 进行连接 进行连接 进行怎样的操作 那都可以 OK 那么下面呢 这个叫做 对齐曲线 对齐曲线工具 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用 快捷键来对齐 这三段曲线当中 我先把它打断 三段曲线 那如果我想让这两个曲线 对齐的话 那么你可以使用 对齐曲线命令 在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参数 那么看上去很演话缭乱 但是事实上呢 可用到的 就是经常用到的 不是很多 那么无非是一些 对齐的一些方式 是以第一根作为 对齐对象 还是以第二根作为 对齐对象 还是它的这个 修改切线的一个方向 这些是否把它连接起来 我们都会 通过手动的方式 这个命令应该说 用到的非常的少 当你要对齐 两个曲线的时候呢 你可以配合键盘上的 快捷键 那么首先把当前曲线的 输轴点 也叫轴心点 吸附在上面去 方法 按着C键不松 按鼠标中键 在曲线上进行滑动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想吸附到 当前的曲线上面 一样的方法 首先按住C键 然后呢 在你要吸附的曲线的上方 按住鼠标的中键 按住鼠标中键 这样进行吸附 那么如果你想吸附到 顶点的话 吸附到物体 无论是物体还是曲线 吸附到顶点的话 那么就是按住 微键 首先把它的原 这个成分模式呢 给显示出来 然后呢 对它的 这根曲线进行吸附的时候呢 按着微键不松 看到 吸附到它的一个顶点的 一个方式 顶点的方式 按着微键不松 按着 按着 X键不松呢 是吸附到网格 按着 X键不松 吸附到网格 OK 这是 经常用的 通常 很少使用这个命令 来对齐 一些物体 我知道这是一个 对齐曲线的命令 那么开B曲线 这个命令呢 Open Close Close 开B曲线 它可以把这个曲线呢 变成一个打开的 还是一个闭合的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圆环 手尾相连 Ctrl A 打下它的属性 那么它的一个类型 在这里面可以很清楚看到 什么样类型 是开B的 还是一个循环的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命令 把它给打开 再看它的类型 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么通常呢 Attach跟这个命令 会使用到 就是说我把这个 几根线的进行了连接 那么它需要首尾相连 你看到跟 Attach里面的这参数呢 非常的类似 也可以去设置 融合的这个 罚值 偏移的数值 也可以设置 所以说 当你做完了几个操作以后 就是这个 做一个导角效果 做一个原化的这个效果 那么可以使用 直接使用Attach Attach 最后怎么办 我们就可以使用OpenClose 并且使用相同的参数 OK 记得删除历史 好 下面这个命令 MoveSync 移动接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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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曲线 比如说做了一个 Loft 做了一个放样的操作 那么成了一个面 那么其中的一个曲线呢 它的 位置 发生了偏移 那么 我可以去移动 当前 这根曲线的顶点的位置 起始点的位置 那么按住 鼠标的右键 找到Component 然后呢 去放置 当前的一个点 那么对它进行移动接缝 把它的起始点的位置 发生了一个 移动 可以看到 点击一下以后呢 这个就正常了 说明这两个 起始点的一个位置 基本上对上了 看到 起始的位置 下面的这根曲线呢 它的起始点的位置在这儿 尽量的去 对它当前的这根曲线的 起始点的位置 做了调整 如果你在做 放样 做这个表面操作的时候呢 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可以想到 整个曲线的 起始点的位置 是不是正确 OK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Cut Curl Cut Curl 那么 两根相交的曲线 它们之间 可以是互相的 进行一个剪切 Cut Curl 两根相交曲线 那么进行一个 剪切 很简单 Cut Curl 直接对曲线 进行一个切割 那么这个命令呢 是对两根曲线呢 找到它的一个公共的 投射点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曲线 相交 曲线 相交 也就是说在当前的角度 它们这两根曲线的 这个相交的一个位置 通过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 首先去 找到它的公共的一个 点的位置 然后呢 做下一步操作 比如说 在两个点之间的 再去 加线 然后再去删除 再去做编辑 曲线相交 曲线相交 那那不多 好 曲线填角工具 曲线填角工具 两根曲线的中间 那么它会自动的帮你 填充 一根曲线 这根曲线的半径 我们可以在 构造历史当中去设置 看到一个半径的 大小 构造历史里面去设置 然后呢 配合其他的命令 比如说对它进去的cut 像同时 同样能够产生一个导角 曲线填角命令 下面这个插入点 使用方法 我们对曲线上 现在它的段数 是八段 八段 也就是说 它有八个 控制点 我们可以在上面呢 去添加点 插入一些段数 我们可以使用crawpoint 它首先去 找到一个 比如说 插入这四个点 直接插入 它的段数呢 就会发生变化 可以看到 就插入了一些控制点 下面是对于曲线的扩展 曲线的扩展 扩展曲线 那么 对曲线的进行一个延长 其实很多命令呢 我们基本上 是用不到的 但是它的这个功能 确实是非常强大 虽然说它不是 专门去 就是它毕竟 是用于掩饰动画的 但是它的这个 基础的产品 设计功能 是非常的强大 因为这个标准 就是它来建立 那么扩展 除了直接扩展曲线之外呢 还可以直接在 表面上的曲线 产生一个扩展 也就是说 我们首先在这个表面上 划线 怎么划线 使用这种激活的方式 然后呢 直接用CV来划线 划完线之后 对当前这根曲线 产生表面上的这个扩展 它会有一些延长 我们按既件 重复上一次命令 会有一些延长 但是这些功能 说实话呢 用到的很少 我们了解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的这些 反转曲线的方向 反转曲线的方向 刚才说过了 如果在做这个连接的时候 发现 整个曲线的 类型不是我们想要的话 我们可以去改变 曲线的方向 也就是改变70点的位置 给它做一个颠倒 下面这个比较有用 重建曲线 那我们如果想做出一个 非常漂亮的 比如说汽车 比如说手机的外形的话 那么首先画线 那这两根线呢 必须要有非常统一的一个参数 不能说一边的段数 非常的高 一边的段数非常低 那么这个表面肯定是一个 无平滑的 可以看一下 那它的这个段数是非常多 那么它段数比较少 如果这两个进行 操作的话 进行这个层面的话呢 那么肯定表面 这个线会非常不平均 所以说我们在画线的时候呢 在最后层面之前 要用这个命令呢 对整个曲线的段数 进行一定的调整 rebuild curl 重建曲线 重建曲线工具 那么最快捷的方法 可以对曲线的整个的形态 类型进行控制 对它的段数进行调整 重建曲线命令 fit bspine 适配到b样条 那么可以把这根曲线的 直接去适配 直接适配 下面呢 对曲线进行smooth 光滑 让曲线的更加的平顺 更加平顺 那么这个cvhanness 让选中某一个cv点 选中某一个cv点 它可以把这个cv点呢 变成一个非常尖锐的角 非常尖锐的角 下面呢 都不是很常用 这个是加点工具 假如说你画完了曲线之后 你还想在这个曲线上面 继续的加点 其实点 结束点 对吧 假如说我画完曲线之后 从这个点上继续的来产生 曲线的话 那么可以使用加点工具 继续的加点 画线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按delete键 取消 这个点的放置 在加点的时候 可以这样来操作 好 加点工具 cv的 就是曲线的一个编辑工具 那么这边出现了一个控制手柄 我们可以调整曲线的曲度 它的曲率都可以控制 在这边呢 调整它的位置 双击 把它打平 这时候在做一些工业造型的时候 是比较有用的 双差点的位置 然后调整这个当前这个曲线的一个曲率 那么下面呢 用到的不多 像修改曲线 锁定曲线的长度 对它进行一个光滑 贝塞尔曲线的工具 选择工具 这个命令还比较常用的 选择工具当中 我可以选择 所有的 曲线上的控制点 这里面这个命令比较常用 cv 比如说一个表面 那么上面布满了控制点 选择 可以选择所有的 这是选择曲线上的 控制点 首先看一下 选择曲线上的 控制点 所有的控制点都选中了 最有用的命令还是这个 它可以把每一个控制点呢 都乘一个2 cluster 那么这个概念呢 原来应该在动画方面 我们来去讲解的 但是它放在这里面 我们要提及一下 那2呢 也是一个单位 就是一个 控制的一个单位 那么可以把每一个点 都变成一个2 cluster 对这个点进行操作 那原来呢 它是放在动画菜单下面的 但是现在呢 它已经移动到了 这个选择下面 编辑曲线上面 我们现在 要事先提及一下 这是在动画 控制器的时候呢 会经常用到的 这样的一个命令 那么下面的几个 上面的几个都是一个 选择工具 比如选择 当前曲线上第一个控制点 选择最后一个控制点 这些都是 很少用到的 那么这个我们需要注意 说重的了解一下 cluster curl 好 把这个曲线的菜单 尽快的收集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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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